临近的东南亚国家最近也是为了疫情而不平静 尤其是在越南最近更是沦陷传出有新型的变种病毒 我们来看到越南最新的状况 其实已经有第四波的疫情了 当今六成的省市现在已经轮疫 而且确诊人数累计已经破了5000人 那么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 越南目前合计侦测到已经有7种新型的新冠病毒株 而且呢有人就说了曾经发现 似乎有印度跟英国的变异书混合出来的病毒 警告呢这可能在空气中迅速的传播 要大家不能大意 但是现在WHO世界卫生组织就跳出来说明了 他们说这不是新的混合变种病毒 是突变的印度变种病毒 要大家不要担心 虽然它传播性比较快 也传染性比较高 但是大家还是要做好防疫勤洗手 而他们希望现在透过疫苗的方式 能够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 请订阅TVBS新闻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